大家好,欢迎收听牧师医学讲堂 那么今天我们来讲什么样的住宅能够帮助小孩的学习运 那么很多朋友家里都有小孩,特别不注意家里的卫生环境 想着小孩太调皮了,经常把家里弄得乱糟糟的 索性干脆也不管了 心想反正整理了,不一会儿又会恢复原样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说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是很多朋友一旦养成了这个习惯以后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会像以前那样勤快的去收拾家里边了 特别是当小孩开始读书以后,自己工作又忙 那么回到家又要辅导小孩作业 更是没有精力去打理家里面 那么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我们风水里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是家里面的这个文仓位被污染 那么我们经常听人说,自己家的小孩很让人头疼 在家里吧,很听话,好好的 结果一到了学校里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不听老师话,大同学 完全和家里面的这种乖乖男乖乖女这种形象是判若两人 那么有些就正好相反 在家里面就跟混识魔王一样,不听话,调皮蛋 但是一旦到了学校,也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变成了老师和同学眼中的好好学生 那么很多人就奇怪了,怎么回事呢 上网查,有的说是教育问题 有的说是正常的 有的人就说是个人性格的原因 总之没有一个总体的答案 其实我们抛开其他原因 我们在风水中也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你可以了解一下 那么首先大家要知道,任何住宅都有自己的本命集胸位 之所以叫本命,它就是说天生的 房子建成的那会儿就形成的 除了本命位,还有流年位,每年都在变 另外还有根据房子坐向来的礼器位 这个就比较专业一点了,我就不讲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本命位 那么关系到家里孩子学习的位置在哪呢 大家注意了,在家里的东南方 东南方在八卦里面是迅,迅卦 那么迅为四,也就是代表四律文昌心 那么很多家里孩子学习成绩不好 孩子不听话的朋友 家里东南方或多或少都是有一定问题的 那么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客户 帮一个客户看过一个风水 他家里面的东南方正好就是进门隔断的位置 然后这家主人就在隔断上摆放了一排这种陶瓷的花瓶 好看是好看 但是呢,这就犯了一个木土交战的一个风水,凶局 为什么呢? 因为东南方我们前面讲了,它是迅 在八卦中是迅 那么这个迅呢,它的五行为木 五行属性为木 而陶石呢,它的五行为土 那么在五行深刻中啊,木它是刻土的 木刻土什么意思呢?说直白一点啊,就是木和土两个五行打架 木呢,它虽然和土打,它不吃亏 因为我们前面讲木刻土嘛,对不对 但是啊,就像我们人一样 是吧,两个人打架 你总得消耗体力吧,对不对 所以说啊,打着打着,它就没劲了 是不是? 同样的道理啊,你就可以理解为 东南方文昌卫,它不断的和这个什么呢?花瓶打架 是吧,精力耗尽 是不是?自然啊,这个文昌 这个股气啊,是吧 它就减少了 所以说啊,家里文昌运肯定就不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说啊,我用这个例子呢 其实啊,已经在告诉你们了 什么东西呢?东南方 不要摆放陶瓷内的五行为土的物品 除了陶瓷以外呢 比如说,大面积的黄色物品啊 褐色的物品啊 还有正方形的物品啊 都算是五行俗土的东西啊 尽量不要摆放在这个方位 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啊 家里,小孩学习成绩很不稳定啊 死好死坏的 那么其实呢,也可以在风水中啊 找到一些端倪 那么我风水专业班 你们有一个学生呢 他家小孩以前就是这样啊 你说他不努力学习吧 他又挺努力的啊 也不贪玩 但是呢,每次考试啊都很差 和平时的学习啊差很多 偶尔呢,神奇的拿几个啊 拿个什么呢,前几名 但是可能下一次考试啊 又变成倒数去了 什么原因呢? 我也是给他看了很久啊 最后发现啊 他家小孩因为啊 这个家里面的房子啊 也不太大 没有一个固定的学习写作业的地方啊 有时候呢,在客厅里面啊 写作业 有时候呢,家里来人了 是吧 他就会被赶到什么了 赶到餐桌上去做作业 最后啊 我和他把这个坐向飞行盘排出来一看啊 就发现这个客厅这个位置啊 是最旺的 而餐厅这个位置呢,有凶心非灵啊 所以说啊 我顺便就多多问了一句啊 我说家里面啊 家里面人身体情况如何啊 他就说啊 家里面啊 这个人啊 老爱生病啊 也不是什么大病啊 反正就是小病挺多的啊 那我基本上就判断啊 基本上问题啊 就已经找到了啊 如果说餐厅这个位置不好的话 除了影响在这个方位啊 代表的人以外呢 全家人的身体健康啊 都不会太好 因为我们吃饭在这里嘛 对不对啊 如果有凶心啊 我们讲病从口入 对不对 那自然身体也不会好啊 所以啊 我就让他给小孩啊 找了找了一个什么固定的位置啊 学习写作业啊 最好是啊 有家里啊 有即位的这么一个位置 那么后来呢 这个情况啊 就慢慢的好转了啊 虽然说成绩不是说那么夸张的 马上就拔尖了 是吧 但是这个啊 也是不可能的 但是啊 他反应啊 就是据他反应 这个小孩的精神是好了很多啊 学习状态也很不错啊 我觉得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了啊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啊 要问 我没有请专业的老师看过风水 不知道家里面 哪里是脊位 哪里是兄位 怎么办呢 很简单 通常来说啊 你就让自家小孩去家里东南方学习就好了啊 因为东南方啊 是住在啊 本命啊 文昌位啊 不出意外的话 都应该是比较好的位置啊 那么这里呢 就顺便讲一下啊 很多人自己网上去查风水 是不是啊 有的文章就讲 家里进门45度角的位置 就是名财位啊 所以说啊 很多人跑到这里来 什么呢 养鱼 还有一的呢 就啊 就是在这里啊 给孩子买书桌来学习啊 美其名曰是什么呢 让孩子学习成绩好 是吧 长大的赚大钱啊 其实啊 进门45度角是名财位这个说法呀 我展不先去评论 但是小孩子你说他要财来做什么呢 对不对 小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啊 身体健康 学习好啊 就够了 钱财对于他们来讲啊 一点用都没有啊 只有具备了赚钱的能力啊 再吹财 才会有效果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风水是吹旺啊 是让原本好的更好啊 绝对不是什么呢 无中生有啊 你躺在家里一动不动 是不是 什么事情也不做 你让风水师把你吹成百万富翁 你觉得可能吗 对吧 但只有那些江湖术士才会说啊 为了赚钱给你啊 胡乱瞎吹 是不是 好了我们继续讲啊 除了上面的方法以外呢 还有没有其他让小孩学习成绩好的风水布局呢 当然有 那就是啊 在家里东南方摆放四肢水养的文昌族啊 也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 富贵族 因为啊 东南方殉挂五星为木啊 文昌族呢 他的五星呢 也是木 两木比合为极啊 同时呢 你用水养呢 也可以做到什么呢 五星中水生木的效果啊 让这个文昌位啊 忘记来啊 这个呢 就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布局方法 如果你家东南方啊 正好是书房啊 那就更好了 在书房里啊 你摆放四肢水养的文昌族 小孩的文昌运啊 一定不会太差的啊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啊 是大家要避免的啊 那么最好啊 就是在买房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啊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啊 为了小孩能够啊 在好的学校读书 是吧 都会考虑买什么 学区房 那么你们的初衷和目的呢 肯定是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的 那么所以说 在选房的时候啊 你们一定要特别留意 这个房子外面啊 东南方的地理情况 环境是怎么样的 首先呢 我们要避免什么呢 房子东南方的外面啊 不要有大型的娱乐场所啊 那么这个呢 和其他极位不同啊 很多极位呢 他是喜欢热闹的地方啊 他喜欢热闹啊 但是文昌位他不行 为什么呢 你们想啊 东南方代表文昌 学业 如果在这个方位啊 出现大型的娱乐场所 那么就像你把小孩丢进网吧一样 对不对 他就不会专心学习了 他成天可能就啊 都在想着怎么玩 想着怎么花钱买东西 满足自己的欲望 是不是啊 他的成绩肯定就不好嘛 对不对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啊 大家一定要留意 就是东南方啊 不要出现水势很不稳定的什么呢 江湖河流啊 因为这种水势不稳定的这种河流江湖啊 这些东西啊 也会让孩子的文昌运啊不稳定啊 学习成绩呢 也就不稳定了 所以说啊 如果你买房子 旁边正好是有河啊 你最好是看看是不是正好在东南方啊 如果是的话啊 还是不买为好了 好吧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就暂时先讲到这里啊 感兴趣的朋友呢 点个关注啊 我会不断的更新新的课程啊 谢谢大家再见